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在前一段我们讲到了新加坡总理林雪龙 他提出警告说 大家应该要正视台海危机 而在隔一天8月22号这一天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他则透露说 所有人都捍卫台湾发展政治制度的权利 但是要试图避免跟中国大陆直接对抗 而欧盟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试图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好 欧盟外长的表态 愿意来调解两岸之间的冲突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发生了危机 让人好奇的是说 欧盟要怎么样来当这个调解 调解人的角色 而且能够的化解危机 如何做到呢 维源 我现在台海 台海的对抗你很难形容是什么 是 对不对 我举例比如说 刚刚又报一个新闻 说基本那边有无人机船员 然后照了一张照片 照我们那个看守的卫兵的照片 表示他离你很近 而且已经进来 领空嘛 对不对 不一定是领空 可能有那个长距的相机 可是我不知道 就说那这次叫什么 你这要调平什么 那他不定时的穿越中线 那穿越一下又回去 就是基本上那就 我觉得他就是在切香肠 步步进逼 然后让你失去警戒心 就是这样 那这个欧盟要怎么处理 通常都是要说已经发生了冲突了 那才有所谓的中间人介入 那至少停火吧 台海不是这个状况 其实欧盟应该先去关心俄乌 是啊 俄乌就在你家门口 对不对 可是欧盟选在这个时候 去发表这样的言论 我们怎么解读 欧盟他那个用语 他就表示 他们事实上对普洛西来台 所造成的这些后果 他们也是看在眼里 因为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 那个叫Direct Grossman 那也常常写有关两岸的关系 他就说他发现普洛西来台之后 那印太大部分的国家 事实上并没有改变他们这本 结果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已经讲 你讲了我讲了 我在推特写了很多次 结果呢 结果是这个学者常常看我们 已经说的东西 我看了你了 然后发表言论是吧 这个人常常写文章 在发表政策好多次 所以就是看看就好 这个人常常票欠Rose的观点 不过确实像我们之前讨论过 佩洛西来了之后 其实你说到底还有谁会来呢 除了这个美方看到 有两批议员接连访台之外 蔡英文总统呢 22号接见了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叫做侯康安 Eric Holcomb 那么侯康安呢 他是近三年来第一次访台的 现任美国州长 那蔡英文总统表示呢 在接见的时候表示说呢 随着美国金片法案的通过 印第安纳州也渴望成为 美国半导体产业新兴的科技中心 好 印第安纳州的像重要学府 普渡大学呢 也刚成立了科技外交中心 而且开设了半导体的学程 所以呢 蔡英文总统说呢 台湾有能力 也有意愿加强 与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 共同建构这个 民主金片的永续供应链 我先请教Ross 就是说大家对印第安纳州 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它在美国的晶片供应链 它是扮演什么角色 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很多 其实有印第安纳那边有很多优秀的大学 所以R&D其实是很厉害 那当然它也希望以后 可以在那边设一些大型的FAB 英特尔已经宣布在隔壁欧海洋 要设一个FAB 那印第安纳也觉得 欧海洋适合的话 我们也很适合 因为很多像公共基础 这个建设是共用的 对不对 所以要出口的话 其实不管是欧海洋、印第安纳 其实那个情况是差不多 对 但是我不得不说了 州长和欧洲 不管是欧洲议会 和国家议员来台湾 这个是常常会有 所以不管是台湾方面 不要说这是什么大突破 那大陆方面也不用太过度的反应 因为他们最近是说传台传台 虽然我同意Pelosi 对Pelosi真的是传防 但是像这些州长和欧洲议会员 国家的国会议员 他们都实现会说我要去台湾 所以这个不算传防 不在蔡英国 还有我觉得这个让我很生气 这个州长他一直主张他反对戴口罩 他官方政治 我们印第安纳 站在自由的立场 人家尊重台湾 但是在台湾 因为他政治正确 我不是说台湾政治正确 我说在美国政治正确 因为在美国政治正确 现在你要听台湾 你要反对中国对不对 所以为了他政治正确 他连叩叫也约一代 入境随俗 那另外还我不得不说 把晶片叫做Democracy chips Please 去年台湾政治风力 大陆政治风力的时候 大家都一口说 Democracy Freedom Pineapple 军事实报有一样的反应 那现在也是晶片 你要用这个 这个称号 Democracy chips 就是 曾几何时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晶片还有分 所谓的民主晶片 或者是 也许悲民主晶片 那我怎么可以把俄罗斯的原有 不是 那不是freedom oil吗 这个欧战争 美国跟中美科学战 最后到淋漓尽致 就是科技经济的二元化 但是我呼吁台湾朋友 不要把每一个台湾出口品 前面加一个什么 freedom democracy 真的不需要 不过这个 现在讲说经济也好 科技也好 现在都掺杂了 就是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地缘政治 那你想说这个讲到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现在也因为 这个气候暖化 这个倒是蛮关键的问题 因为因为气候暖化的关系 这个全球供应链现在遭遇到 非常大的挑战 华尔街日报就指出 从加州的农场到欧洲 还有包括像中国大陆的水稻 整个北半球的严重干旱 现在正在进一步扰乱供应链 推高了食品还有能源的价格 让已经压力不小的 全球经贸体系 现在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气候暖化 像美国的棉花收成 将会损失超过40% 那在欧洲 西班牙的橄榄油收成 也预计要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河川的水位下降 也减少欧洲的水力发电 让核电厂的冷却水不足 煤炭没有办法通过水路 运送到电厂 像在中国大陆也是 政府已经宣布6个省出现旱情 这个基地区的粮食产量 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那么干旱现在在最近 你看到也造成了 依靠水力发电的四川 导致停电还有限电的状况 再加上飙升的气温 加大冷气空调这个使用需求 所以现在电网面临到过载的威胁 我想请教王老师 如果这波干旱的灾情持续下去 先从一个总体来看 对全球供应链 它可能会造成的冲击 因为这个极力气候会造成粮食 很多的一些原物料的一些短缺 所以现在大家就称为叫绿色的通膨 这个局地区其实已经开始 对全世界的供应链成本产生影响 我们就以这次四川的限电来看 因为四川其实是一个靠 80%靠水力发电的 那它从水力发电厂 从这个生压到病联 运到一些乡镇的发电站 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变压 再降压 然后再出到客户 其实这个供应链很长 它的水电的这个 那现在大陆呢 现在面临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是低降雨 高气温 加上设备老旧 所以你这么多的环节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一下子 要承载这么快的一些 快速要花旺这么多电力的时候 它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是因为极力气候 或许还可以容易解决 但是如果是设备老旧 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期的问题 所以大陆现在这个四川 从这个比如说到8月20 现在又延到8月25 那会不会再延下去 然后现在从这个四川到江苏 到这个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所以今年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封城 限电跟房地产危机 是大陆的三大危机 那我进一步请教过委员 就是说你看到四川其实 它就是我们说用电 它受到了挑战 那当然用电除了工业用电以外 当然还包括了民生用电 最近也看到有些报道是说 其实不只是工业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连民生 因为四川就是超过40度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这个很多老人家是 这有时候甚至会被热到 甚至有可能会危险嘛 欧洲也是啊 我看到伦敦有45度的 对所以面对这种 你说极端气候 这个不可控的这种因素 因为看到大陆中央现在在做 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来做一些因应吗 你不是说不可控吗 不可控就是预期不到啊 不过四川降雨量 降雨量变那么少 这个谁想得到 是啊 因为当初就是认为水力发电 足以供应嘛 所以很多省份都把它的工业 零组件的厂都移到四川了 因为它土地人口 那个人力都便宜嘛 而且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 比如说上海也要求要提拒结啊 说你零件要能够准时供应 不然它会波及很多地方啊 不是只有发电问题啊 因为很多人都把零组件 外包给四川啊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 事实上我跟欧洲也是 欧洲好几个地方 那个河床都出现那个 有带有咒语的石头 有的是干河 有的是暴雨 那个德国跟杰克都出现 那个有咒语的石头 对对 都只要露出河床的时候 就是灾难将至啊 这个就表示这个是空前了嘛 已经很久没碰到了 知道我一直说啊 这两年啊 是这个天起士奇事都来了 你是基督徒你一定知道 饥荒瘟疫战争都来了 有异象出现 然后第四个就是死亡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 会造成人类很大的灾难